新界東北新發展規劃中 較少人提及的是 打鼓嶺平邪的部分發展區 規劃了超過170公頃土地 政府打算在這裏發展特別工業區和低密度住宅 政府的宣傳刊物沒有提及的是 在這170公頃土地上住了數以千計 扎根打鼓嶺平邪幾十年的居民 他們絕大多數是二次大戰後離香港的非原居民 新發展區的界線很巧妙地避開了打鼓嶺的原居民村 只是遷冊非原居民村和破壞他們耕種的農地 發展規劃在2008年公佈以來 被犧牲的打鼓嶺平邪非原居民 不僅沒有份參與制定規劃 而且由於資訊被當區的原居民壟斷 大部分可能會失去家園的居民 竟然是要去到今年7月 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裏面 才知道樂好 我們最直接知道就是因為7月忘記了5至8日 就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 因為鄉市委員會有一個盆賽慶祝的宴會 就邀請我們那些居民去一起吃 分享這個宴會 後來居民才聽回來 原來就是因為慶祝打鼓嶺的修地發展 他們有一個新的憧憬 修我們的屋子來發展 可以吃一頓 大家慶祝一番 這樣我們才知道有這個事件出來 可能是資訊的不足 而且又不公開又不透明 因為他們都說 政府來收你們都會之前和你們說 但是從來都沒有人諮詢過我們居民 我們都是近來這兩個月才知道 上網找一些報紙 政府的新聞公告 我瞭解傳盤這件事 原來發酵了 醞釀了已經是幾年時間 我們老村民那些 我們也聞到很多附近 昨天好像星期八月的二十多號 那些村民還是不知道的 他們就說 沒有理由不要玩我啦 年輕人 我說不是玩你的 我們真的想大家互相幫忙 那些居民就是我們都沒有收錢 我們義工我們走到腳踢 都是這樣問你走到幾十十里 因為範圍真的很大 其實很多村民都不知道 區內多條 非原居民村的村民 知道大禍臨頭 今年八月初組織起來 成立打鼓嶺 平邪保衛家園聯盟 反對計劃 我們都好像蒙著鼓嶺 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是的 至多一個月 天佬可以剝奪我們原本的東西嗎 我們應該要去反對這個方案 反對這個不恃的方案 這個規劃根本是扔我們走 令我們再無家可歸 以前他們來到這裡 是沒有地方住的 是自己開發出來的 你政府有沒有幫過 沒有幫過 但是你現在又要趕我們走 你算是什麼政府的 我想問一下 聯盟召集人 李保衡認為 政府必須撤回計劃 還村民公道 我覺得它是第三次的諮詢 我們才會知道 而且是這個三次的諮詢 是指得一個多兩個月時間 真的很慌張 是很荒謬的事情 為什麼第一次第二次是沒有呢 它變成跳了去第三次 原來是經過我們不斷去追問它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是2008年已經開始了 第一次的諮詢 接著在11年 或者是在分明 原來是叫做第二次 它是整體去做這件事 不是個別做 一件事是受影響的規劃 是整個去做 但是好像在裡面 跳開了這件事 平時是打鼓兩件事 是看不到有任何訊息在當中 我們是反對這個計劃 是完全反對 還有我們堅決就是不遷不懲 這一區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是政府完全漠視 對未受污染的農地 和農業的破壞 環保組織長春社的調查發現 打鼓嶺、平邪 是新界東北三個區裡 農地比例最高的地方 農業資源豐富 有很多有機農場 做了中港車司機30年的何先生 因為政府的推廣 去年才開始做有機耕種 剛剛才將農場註冊成為認證有機農場 整天看到前景 就不知道這塊地快要收 沒有留意 街坊告訴我 這裡快要收 怎樣 我告訴我 今個月才知道 肥仔告訴我 八月才知道 今個月才知道 外面打巴士那裡大把環額 我以為不關我事 原來是關我事的 看到地圖 嘩 我到地圖的其中一部份 是否收不到政府通知 沒有 完全沒有通知我們 希望它不要收 希望它不要收 但是政府 柯澤洛的東西 我想都會做 你應該會做低密度 低密度 有個什麼 污水處理 不是這裡 這裡是低密度 我們這裡是低密度 山雞屈 旁邊 對 這些R2 就是住宅發展 低密度 對 對 浪費了 真的浪費了 真的浪費了 為何他們低密度 不要山頭野嶺 搞呢 不會搞些農地 買少見少的 農地 再這樣發展 完全是沒有的 打鼓嶺 鄉市委員會副主席 林金貴 在最近一次交流會上表示 鄉市委員會 目前主要的要求 是要政府增加地價賠償 打鼓嶺平邪非原居民 面對目前的困局 只能以行動自救 他們已經聯合了 粉嶺北和古洞兩區的村民 在9月2日下午2點 到政府總部舉行反規劃大集會 要求政府撤回反民主和欺凌弱勢的發展計劃 死都住在北陸 為後 你要不是這麼多的 預約 施設立了 決定 在路esse 施設立,